老龙溪着流湍急 明霸克路刚变桥也被冲毁 桃园区三里再度成为孤岛 农民损失一点一滴再增加 这边也是龙溪菜 那这边是芋头 一大片 叶菜水果类送不出去 部分芒果已经发黑腐烂 车子不能过摩托车都很勉强 农屋上布满大小土石 骑车都颠簸 更别说要运送农产品下山 农友都快要急哭了 桃园区紧急启动流龙设施 一栏栏龙虚菜 透过横跨玉碎溪 介于秦和力与复心力之间的流龙 运送往另一端 让中盘菜商接手收购 希望能够减少损失 你还没改这个 昨天采的 昨天运不出来 所以今天就运出来 但靠这些设施 运送农产品 只能够应急 多次大雨被中断交通 居民现在只可求 有一条永久可靠的回家之路 趁着山区天候稳定 怪手出动进入民霸克陆桥清理西底电道 只是工程进度受限于天气 只希望老天给点面子 让抢通作业能够尽速完成 华氏新闻消息 华氏新闻简易林高雄报导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